在之前理解马兰的视频评论区 有观众认为马兰和瑞克莫迪大同小异 但我不这么觉得 这两部动画的确看起来都比较荒诞 主角都喜欢说一些没心没肺的话 而且人物身上都不怎么画阴影 但是相比于瑞克莫迪的奇幻冒险 马兰的生活是更接近现实的 前者通过天马行空的奇幻故事 引起我们对所处世界广泛的思考 比如社会问题 伦理问题 人生价值等等 但是后者主要聚焦在个人身上 比如如何面对糟糕的原生家庭 一个烂人是注定如此还是有机会改变 如何面对情感或事业上的挫折 在看马兰的时候 你能感受到一种人文关怀 如果说瑞克和莫迪是让观众思考了世界 那马兰波杰克就是让观众思考自己 虽然他们看起来表面很像 但是最重要的故事内核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看过这两部动画的观众 肯定都能感受出来 我觉得在如今这个社会中 还是有很多人需要这样一种人文关怀的 这也是我准备做全六季解说的原因之一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剧情 在之后的视频中 我会重新组合故事线 把一些不必要的支线剧情抽出来合并单独讲 这次我们接着第三集开始说起 通过前两集 我们知道马兰是一个过气明星 并且自控力很差 比较情绪化 增强好胜 他有很多缺点 但通过松炳事件 我们也能看出 他对世界还是有一些洞察力的 前一秒抢松炳抢了像个孩子 后一秒又化身当代鲁迅 对美国社会大肆批判 我觉得这样的人在现实里还是挺多的 虽然看起来年纪不小了 很多道理都懂 但有时候 形式作风还是会像个孩子 这里并没有贬义 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 在第三集中 我们会认识马兰的一位老搭档 Sara Ling Sara Ling曾在《鬼马奶爸》里 和马兰演过妇女戏 而在第三集的开头 就是一段波杰克对Sara Ling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马兰波杰克系列的视频 可能会是我做的最长的一个系列 希望这部曾经治愈我的动画 也能治愈你们 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 希望可以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